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先问一下第一场的一个问题 其实在新赛季当中飞机的出场率还是挺高的 跟之前也有些小小的变化 想听听Rookie你的专业理解给我们大家伙也接个密 就是为什么飞机在现在还挺抢手 如果发育正常情况下的话 我应该是爽局 所以就拿出来就是随便玩一下 因为这几天在训练赛的效果也蛮好的 然后打对面阵容 我只要度过前期的话就没什么压力 感觉没有什么压力 对这个英雄也很自信 然后感觉不经意间透露出的都是选手强大的自信 那想问一下一个细节 其实第一场比赛当中 我觉得两个炸腰包的发挥非常的关键 但是在第一个炸腰包的时候 注意到好像你一开始先回了家 但是并没有捡起来 然后最后又绕回去了 当时是一个什么情况呢 是有什么别有生意在吗 其实建议车网的确实不多最近 然后我跟队友说我这部有炸腰包 我提皮捡完炸腰包再提出来 结果提出来的时候 就我意思还是跟之前一样的 然后你看我没捡炸腰包 然后后面跟他说一下 后面说没事没事 然后重新回家拿出来 没关系来得及 还好来得及啊 是一个提前的部署 不经意间不小心忘了一下 但不然是剪下来以后 还是成功到达了战场 然后呢非常漂亮的切割了战场 最后两场 等于说两个炸腰包的发挥 帮助NIP前期奠定了一个 非常大的一个优势 那我们来到第二局当中 第二局当中呢 其实有一个比较特别的点 就是对方拿出了利桑卓作为辅助 这个英雄也是时隔1778天之后 再度出现了 当时你们注意到以后 有没有什么对立 有没有一个什么样的沟通 因为我相信我们下落 应该无所谓 相信你们的下落 队友之间的信任和羁绊 是那么的重啊 完全不担心这个利桑卓 会有一些什么意外的效果 那在第二把当中 我觉得峡谷团 当时非常精彩的是 解说也提到 你们的团战其实沟通的 大家都在各自为战 但是却非常的清晰 你当时是选择了和阿基 直接选择了切对方的一个武器 那波团你们两个是怎么沟通的 好像不需要什么沟通吧 就感觉对面武器位置 有点太嚣张了 就得去弄一下它 就不然我们这个被 就被武器绕合的话 其实打团画面会变得比较差 所以其实我跟阿基没有说太多 他说看一下武器 看一下武器 然后他直接锁他了 我也跟着大招 选手之间灵灵的嗅觉 还有两个人之间 不必多说的这个默契就可以了 那再问一下 今天的团战当中 解说老师也不值得 不停地Q到 就是说你们的团战配合 非常的漂亮 想问一下 在现在的NIP战队当中 你们在团战过程当中 基本上可能谁的声音会多一些 或者大家谁会指挥多一些 首先是我们每个人知道 就是今天大概比较 大家都清晰吧 就是知道怎么在团战的时候 这些作用是什么 然后也没有什么 一个人的指挥 怎么去打这种沟通 只是知道自己要怎么做 所以我们看起来 也没有那种特别的 就配合很差的情况 也就是说 其实大家之间的默契 我觉得经过这一段时间的 相处已经非常好了 没有刻意地说谁去指挥 谁都有可能去指挥 只需要看当下的人的判断 就可以了 那接下来就问问 游戏外的一些问题 在赛前呢 其实我们也有一个 粉丝的微博的问题的征集 那我也选中了其中一个粉丝 是六六最爱喝饮料当中 他想问 我来代问一下 我们来到了深圳之后 月菜也是我们这个 中华的八大赛系之一嘛 有没有自己最喜欢的这个月菜 因为我之前也挺爱吃月菜的 说实话 我在上海的时候 最近确实是来到深圳 但是其实并没有去吃到 什么深圳特色东西 但是我还是比较喜欢吃 下午茶早茶之类的都可以吃 下午茶早茶很喜欢的 那等哪一次胜利之后 我觉得全能可以庆祝一下 带Rookie一起去吃一下 地道的我们这个深圳早茶嘛 那还有一个问题就是 来到新的俱乐部之后 这个俱乐部阿姨的饭菜当中 有没有自己非常中意的 五花肉 五花肉 OK 有机会的话 我觉得到时候可以 俱乐部联动一下 给我们的粉丝朋友们 也品尝一下 我们俱乐部的伙食是怎么样的 好 那也谢谢Rookie 进行我们的一个赛后采访 好那接下来就要进入到 我们今天的一个粉丝互动环节 也有请我们NIP的战队 成员们上台 有请 另外想给阿Key选手说 麻烦你剪个头发吧 哥 是我们粉丝当中的幸运情 好 站在我们阿Key 站在OK Rookie和三级的中间 阿Key选手的中间 来 面对镜头一起 点个赞 OK 三 二 一 我喜欢Rookie已经很多很多年 今天也是我去开了很多次线下比赛 第一次被抽中幸运观众 终于能够在自己生活的城市 迎来我最喜欢的选手 拥有主场和主队的感觉 真的是太太太幸福了 我会永远相信宋一镜 希望今年NIP能够打出比2022年更好的成绩 NIP加油 Rookie加油 好 声情并茂 也见你结言 来 可以领取你喜欢的选手的礼物 好 我们比个耶啊 来面对镜头 很可爱 三 二 一 OK 谢谢我们的粉丝朋友 然后我是山鸡哥的粉丝 然后我先祝山鸡哥新年快乐 也祝MIP每位队员新年快乐 然后上次来看山鸡哥还是坐在客场的位置 这次直接来换边了 希望接下来MIP能够越打越好 能有更满意的成绩 还有山鸡跟Rookie就是最正确的双鸡组合 能说吗 阿鸡哥的头发真的很像我在宫位时候的状态 OK 好 谢谢你 然后也可以领取一个礼物 然后一起很眼留恋 站在Rookie和山鸡的中间 可以比个心吗 想要山鸡和Rookie比心 OK 可到了 来 面对镜头 3 2 1 一些我想对Rookie选手说的话 因为首先很感谢你在18年的时候 创造的那一个让全赛区所有人都很激动的奇迹 其次也感谢你一直坚持到现在 然后呢 其实最想表达的是 因为你一直都是一个对自己要求很高 然后如果觉得没有达到自己的目标的话 就会继续努力的人 其实这也激励了我和其他你的粉丝 一起就是在生活中遇到失败的时候 就是再努力一次 再试一次 最后还有一点想说的是 其实我们粉丝看到你在现场 在赛场上打比赛就已经能收获到很多的力量 所以也希望你对人生或者是说职业生涯不要心生执念 做到自己的最好顺其自然就好 最后希望山姬 阿希 Votic 还有我们的卓和Rookie选手 在NIP在深圳创造一个美好的春天 也希望LPL的春天是一段美好的回忆 非常高质量的发言 全程脱稿 来可以领取一个礼物 然后站在我们选手中间一起合理留念 我觉得最感动的就是选手和粉丝之间这种羁绊 一起互相的鼓励 然后成为彼此的力量 好 那就站在阿希和山姬的中间 一起点个赞来面对镜头 3 2 1 3 2 1 3 2 1 快乐 OK 也希望你之后呢 能够一直喜欢我们的选手和粉丝朋友 来 我们可以领取礼物 然后一起合影留念 可以拿个礼物 来 谢谢 好 那就站在山姬选手的旁边 一起点个赞 来 3 2 1